武汉,我们回来了,感谢武汉,祝武汉越来越好,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生 穿越欢迎拱门,走红毯,获赠纪连徽章,漫步校园赏英 3月13日,1.2万名抗疫医护协家属聚守武汉大学,共赴赏英之约 当天上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副院长袁玉峰化身导游 带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上东漫步赏花 同年出生,同年入党,同为外科医生,同是副院长应招征战在同一个战场 他们被人们称赞为雷神山兄弟 以前我们在雷神山的时候都是,我们走路都非常急 基本都是谈工作,没有闲暇去这个之间互相这个之间轻松交流 重返武汉,上东感受到武汉人民的热情 上东说,自己结婚的时候都没有走红地毯 觉得这种待遇非常隆重 和老在友又重逢,那么这种心情和以前不一样 以前是这种为了工作紧张忙碌 这次我们是能够轻轻松松,心旷神怡来欣赏樱花 我觉得这种浪漫樱花下,我们的这种兄弟情力又更深一步 在五大校园樱花大道上,人潮歇扰,盛放的樱花浪漫绚丽 青海护柱县中医院护理部主任杨赞措和同事们忙着赏花拍照 兴致所致,他忍不住跳起藏族舞蹈 因为樱花浪漫,然后加上我也想表达一下我藏族的热情的这种 然后心情和我现在激动的心情感受到了又重现了往日的那种繁华 2020年樱花盛放季 4.2万余名原厄医护和54万名湖北本地医护专注抗疫,错过了樱花 当时武汉大学承诺,从2021年开始,连续三年为原厄医疗队员及湖北省内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开设赏英绿色通道 今年,武汉大学不仅邀请原厄医护及湖北省内抗疫医护来校赏英 而且在3月13日、14日特设抗疫医护赏英专场 举办欢迎仪式、专场演出等活动 提供精品赏英游园路线、专人专程接待、一对一全程讲解等服务 据统计,13日、14日共有逾2万名抗疫医护及家属登记入校赏英